每年这个时节 芦州区仁爱广场都能够看到美轮美奂的阿伯乐 往年都会举办的花季活动 今年因为天气炎热 特别改为夜间点灯形式 欢迎每天晚上七点过后 大家一起来欣赏 提到芦州区仁爱广场知名的景色 就不能不提到这个时节才看得到的阿伯乐 今年花季活动特别改为夜间点灯 每天晚上七点开始 将一路延伸到明泉路 我们这个点灯是从每天晚上七点开始 到了我们早上的五点才把这个灯洗掉 我们是从我们仁爱广场 这个仁爱广场的这个阿伯乐步道 一直延伸到了明竹路 明竹路仁爱国小对面活动中心 我们整个活动中心的外围也是种植阿伯乐 所以有种植阿伯乐的这个七块 我们都有点灯 今年的活动除了体恤民众 特别办在夜间 让大家不用顶着大太阳 为了在疫情期间振奋大家的心情 同时还举办了写祈福卡的活动 无洲气功所考量到说天气非常炎热 所以今年我们花季的活动我们就办在晚上 在7月15号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一个点亮阿伯乐 祈福音乐响宴的一个活动 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这些相亲好朋友 包括我们的贵宾大家都可以写祈福卡 写下你心中的愿望 当然有人说身体健康 有人说平安就是福气 甚至有个议员说是可以平安顺利来念念 目前阿伯乐步道已经从仁爱广场 一路延伸到一旁的活动中心 以及明泉路 无论是白天的景色还是夜晚搭配点灯 相信都有不同的风采 记者沈昼林景瑜 卢州采访报导